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许可量差不多 只有许可量的少一点点 就是许可量的下修 那下修会怎样 下修不是很好吗 但是下修是有条件的 下修之后呢 它就可以让厂商再去增量 譬如说它修它这个设备不用了 它这个认可量里面的一个设备 拆除了不用了 那它就拿到了一个增量的扩打 增量的扩打就是削减差额 它就拿到了这个差额 那它拿到这个差额呢 它就可以去增量 譬如说中油 中油它的认可量比申报量高一千 然后它设备少了一个设备 它就拿到一百吨的消减差额 那它本来列油五十万桶 它可以拿这个一百的消减差额 去增加它的列油 它就可以列油一百万桶 所以现在这个扩污总量 它的游戏规则如果是这样子玩 简单的说许可量下修 申报量会增加 因为它让厂商可以拿那个许可量下修的量 再去做更多的生产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总量 是许可量的下降 所以那个下降不是实质的减量 对我们高雄市空气品质会恶化的 这个高频空污总量计划 是会恶化高频的空气 不是会改善 那根本不符合大林普 方向混迷头的居民 对这个空污减量的期待 政府真的是变很大 只有理由 有一 管制计划是许可量下修 但真正排放量 申报量上升 根本没有实质的减量 那第二点 许可量下修后又可增量 如同设备坏了 其许可量还可抵犯 抵犯增量继续增加 申报排放量 等于申报量越来越多 空污越来越严重 大林普班坑及混迷头的居民 要求停止高频空污总量 的管制计划 不能一边设置 一边开发 一边还评 又一边骗说千春 我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到 高雄人 大高雄 的空污问题 我们现在是在 第三级的空品区很糟糕了 希望他把手上的一些计划 国期南新越洋停止 越洋在离国小只有200公尺而已 我们不要 这些污染 全高雄市民也不要 为什么旧旧在高雄 保护我们的 空气的品质 是我们台湾最差的 高雄人 就跟旧旧家说他是妈祖母 妈祖母是不是要 保护我们身体的健康 我们叫做妈祖对不对 对 旧旧家 他在庄庄 大小的画 他画什么你知道吗 他画说 庄庄庄庄庄 这些大庄公司 你的庄庄公司要南迁来高雄 他的幕租博会通知 你说要水金 加上人也要听 因为他说这样对 你交水都交到中庄 你无量都无量在我们地方 加上人也要听 但是我今天要跟这些庄庄的朋友说 不要再睡了 所以我們發明一句話 假睡的人叫會親叫不親 假睡的人叫會親叫不親 假睡的人叫不行 陳菊市長不要再假睡了 我們要的不是稅收 我們要的是食指減量